我之前就碰過有一個 就是醫生 全身都名牌 然後他穿一個Polo衫 然後穿白色西裝褲 然後他用一個Logo 超級大的皮帶 然後就這樣頂在前面這樣 然後重點是他穿紫色皮鞋 紫色雕花皮鞋 感覺這個應該50歲了吧 不過他合作來的 紫色雕花 不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穿著品味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一定要知道美是什麼 你才會是他的才 你是他的才是代表什麼 他覺得你是美的 OK 好 你要跟女朋友匹配 很時尚型的 型男 可能吧 穿著打扮在相親的時候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 穿著打扮其實是第一印象 會是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 男生有的時候 不一定要很懂得打扮 因為他真的就沒有嚴重 你不能逼他 但至少要做到的是乾乾淨淨 乾淨很重要 對 可是很好玩的是 我發現當越來越多人知道 乾淨很重要以後 他們都忘記了一個 很重要的東西 手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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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會放在桌上 對 因為男生通常會放在褲子 然後他一坐下來的時候 他褲子這樣會卡一個東西 所以他們會習慣這樣拿出來 放在桌子上 然後變黃了 跟錢包 對 常常清淡 他那天真的已經有穿好衣服 白襯衫 西裝這樣超帥 然後後來拿一個很爛的 那個手機也好 手機裂開了 手機裂開了也好 錢包感覺都須須 都跑出來了 那長官如果是像這一種可以嗎 他們會想說是誰逼你 他用這種 一定有女朋友 一定有女朋友 馬上就寫 好玩 話厲害了 這就是話題 這就是話題 話題啊 我天啊 我不可以 他真的見招拆招耶 他見到女朋友 你前面我講 你那是好女朋友用的 我打個岔 一般人當然就說 這是女朋友或是什麼的 女朋友逼你用的啊 真的東西就是真的 我馬上跟他解釋 因為我就是喜歡這種可愛的小東西 是 我不只這裡 我包包拿出來一堆這種可愛的東西 所以就證明說 我不是為了女朋友做這件事 是我自己就喜歡 所以這就是一種反差 那以前就這麼可愛 男生會喜歡 他還提到反差 對 好強 反差是一個 不是 你自己要貼的 你自己喜歡的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這種東西 內心真的撲朔迷離啊 不是 可是真的如果在相親他拿這個出來 我就直接打相 我覺得有一段女生會不跟你說 對 我們就會偷偷看一眼 然後我也不會問你 我甚至不會問你說為什麼 你們會以為說她說 還是女朋友 但是我要講一句 這種東西是 如果你問的話 反而 因為我們不會問 沒有 因為 通常女生不太會喜歡 喜歡Hello Kitty的男生 對 你不只Kitty啦 我還有很多卡通圖案 各種 不行耶 卡通不行 不行耶 熊本熊啊 你們都不行啊 除非你這已經 秀出你的男生的那個man的裡面 不然那 這一些東西完全大後悔 玉相親都是第一次見面 你看那個東西出來 我們就直接打相 這很像是我們剛剛說的 當我愛上妳的個性 妳的其他人 妳可以去幫忙 妳其他的東西 好可愛